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拒绝乱争 捍卫家园 土地正义 不容剖协 只要在选举之前 我們就會看到說征收的案件 為什麼沒有減少可能急劇的增加 其實最簡單的一個理由 就是因為地方政府 他必須要把一些建設 假借征收之民去圈一些土地 來回饋地方派系 來綁裝 其實我想其他所謂的公益性必要性 都是紙上談兵 硬去把它講出來 畫出來的 那些都是一些空話 真正的理由就是要綁住地方派系 要回饋地方派系 要再獲得選票 就是這樣子一個簡單而已 其他的都是謊言 那 其實在那個 我們的平均地權條例裡面 第五十六條 也有規定說 如果要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其實他應該考慮的 可以用的手段 包含市地重劃 或者區段征收 都市計畫法 第五十八條 也是有相同的規定 就是你要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的手段 其實應該是要考慮市地重劃 或者區段征收 那其實在這裡面 市地重劃 對於原有的地主 其實反而權力更有保障 如果今天真的政府 有重新辦理這種都市計畫的需要的時候 其實他有其他不同的政策工具 可是為什麼政府要優先的使用區段征收 甚至一概的使用區段征收 道理其實有兩個 第一個 原因就是在 遠在七十八年的時候 當時的行政院長郝伯春 郝伯春 他下了一個通令 就是說從他上任那個韓市以後 以後所有的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餘慮只用區段征收辦理 他是一個軍華出身的行政院長 當然他沒有民權的觀念 我們的憲法 我們的法律告訴我們是 征收必須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 但是這個軍華院長 他卻是把征收擺在最前面 結果接下來當然就有無數的人民開始要 因為他的這樣一直含令 要想要受盡了 那種無盡的折磨這樣子的蹂躏 那第二個原因當然就是 劉政宏在回答現議會的質詢的時候 他有透露的就是已經有明白了 揭示的那個問題所在 也就是說用區段征收來辦理的話呢 除了這個公共設施用地之外 政府大概一般可以獲得 將近20%左右的那個區段征收 另外的那些住宅用地啊 產業用地呢 他拿可以拿去飆售 這就告訴我們什麼 政府他可以透過區段征收 做五本的生意 可以搶取人民的土地 只要在地幕的遊戲上面 把農地變成建地 不管是住宅用地也好 商業用地也好 產業用地也好 他就可以獲得其中 將近20%的盡力呢 拿去飆售 不管是所謂依注他的那個 憲庫也好 或者做其他的使用也好 或甚至可能可以徒利給他的地方派系呢 去低價的飆售出去 我想這些種種呢 也就是說為什麼台灣這些征收 會這麼這麼腐爛的原因 其實一切都是為了綁裝 為了選舉 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絕對不要再相信 政府所說的什麼公益性必要性 我們從苗栗大土的那個區段征收 最後的命運是被法院認定違法撤銷 接著很快的不到半年 又第二個案件 高鐵彰化站的特定 周邊特定區計畫 也隨之被法院判決撤銷 也被法院宣告他是違法 這些區段征收 其實只要人民勇敢的把它帶到法院裡面去挑戰 其實法院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 政府在辦理征收的過程中 根本就是行禮如魚 只是求那個表面的形式說他有依法行政 但是根本沒有去實質去落實說征收必須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 必須要符合公益性必要性 其實這些完全經不起人民 經不起司法的檢驗 這也是為什麼在桃園航空所那個案件裡面 這麼多的公民團體 這麼多的在地的租民說可不可以來辦聽證會 好好的來辯論一下 政府就是不敢不願意 為什麼 因為他們經不起檢驗經不起挑戰 那因此 既然政府怕檢驗怕挑戰 我們就應該要更集結更多的公民力量勇敢的加以檢驗加以挑戰 謝謝 最重要的是土地征收的惡法 必須要修正 現在不管是江儀化不管是馬英九都告訴我們 說土地征收條例已經修正了 對人民的權力保障已經很充分了 可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對這些今天來這裡的自救會 受到區段征收的人 土地征收條例 區段征收的惡法還沒有刪除 區段征收惡法沒有刪除 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這三年間 土地征收的自救會 多了這麼多 另外在人民參與的程序上 全面聽證沒有納入 江儀化跟我們說 全面聽證 聽證已經納入修法了 可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江儀化的修法 江儀化的聽證 是跛腳的聽證 是騙人的聽證 他是一個有條件的聽證 我們要的是民眾充分參與 無條件的全面聽證 最後還有現在的東亞政府 現在的地方政府 因為農業農地的保護 已經越來越被重視 所以他們不斷的利用 國東亞重大建設的後門 來開這個土地征收的惡例 竹北埔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是一個地方提出來的都市計劃 是一個94%都是特地農業區的地方 可是新竹縣政府為了炒作地皮 用國家重大建設的名義 把它送到中央 中央也竟然就接受了 而且目前正在審查中 這些案子 桃越航空城也一樣 是一個腐賴的國家重大建設 這些案子需要大家一起來監督